好,歡迎大家收聽《芒向編輯部》我是家產生 幾天前大家都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華文第一小說家查良蓉先生的逝世 我們編輯部和大家一樣 既不意外,但亦感到驚惡 畢竟他都94歲,屬於少桑 但對他的離世都好像有點失落的感覺 我自己本人,學文天緝普同仁 都是覺得他是華文啟蒙老師 華夏文化的啟蒙老師 我們這一代接觸他,從小看到大 對於中華文化的感覺 感到感情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決定商量過之後 就讀他一些文章 用廣東話來讀的 讀一些文章 以知悼念作為 至於選哪一篇呢 我們曾經上網找過 想讀他一些散文比較短 除了他的小說和寫論之外 其實他也有很多散文 網上找到很多散文 但是呢 有幸 除了網上之外 有幸我自己 手底有幾年前買了一本書 就叫金庸散文 就是明河社出版的 就發覺裡面 除了可以在網上 可以免費看到的之外 他網上如果大家找到的 大部分都是他講的 一些小小歷史故事 遺棋的故事之外 還有他是怎樣去看 一些文學上的看法 是他一九五幾年 是他一九五幾年 寫明報的人寫的 專欄的人寫的 所以 這些文章 就在網上還未找到 他選了一篇來講 就是這個茶梁蓉先生 去談這個沙士比亞 的四大悲劇之一 也可以說 四大悲劇之首 王子復仇記 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 那 如果大家不知道這個故事 就講一講背景 給大家 等人讀他這篇的時候 有個理解 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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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丹麥王子 他父皇 父皇 父皇 父皇死了 兄中弟及 他母親就改嫁給皇叔身王 他已經不開心 但誰知道 有一晚 他見到他父母的鬼魂 就發覺原來 他有個鬼魂跟他說 原來他是比皇叔害死 比弟弟害死 好像宋太祖 竹影虎星 當然不是用斧頭 用另一個方法 這樣死 當他知道 鬼魂就叫他報仇 但是哈姆雷特 本身是一個善良的人 他做一件殘忍的事 結果就引起一連串悲劇 那 我相信 如果大家在 赤爺梁雷先生 逝世之後 都聽到很多故事 就說他父母 都是被共產黨逼死的 那 他 所以他應該都是 對這一篇 這一套劇 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而且 他的篇幅都比較短 可行 因為我不是一個專業的廣播人 叫我讀長篇 我都搞不定 所以我們決定選一篇 以之 當作為對他的悼念 好 我們現在開始 多謝大家 收聽 彭王子福仇記 好幾天前 就收到一位讀者的來信 他說 我以前曾看過一片 這次重影 準備再去看一片 希望你像談 海撒大帝那樣 深入淺出的解釋一下 但這部舊片重影 影期不多 不能花太多時間的篇幅來長談 而更重要的是 我所知有限 實在沒有資格 來解釋 沙翁這部偉大的作品 俄國的大思想家 黑爾含說 要了解 哥德和沙士比亞 你必須把你所有的能力都發揮出來 你必須熟悉生活 有個慘痛的經歷 並且體會過 防士德 哈姆雷德 奧塞羅的痛苦 了解都不能 那還談得上解釋 就像一位朋友聊天那樣 我在這裏把我想到的 隨便說一寫吧 登峰操極之作 一般認為 哈姆雷德 即電影王子福壽記 所根據的原作 是沙士比亞最結出的作品 在自古以來的全世界文學著作中 他與哥德的佛士德 並佔登峰操極的最高榮譽地位 正因為他博大精深 所以也極難了解 小泉八雲最述他閱讀這部戲劇的經驗說 他從小就能背屬哈姆雷德 但數十年後 每讀一次總發現新的意義 他叫學生每隔十年讀一二片沙士比亞 因為一個人人生經驗越豐富 就絕能懂得沙士比亞的偉大 哈姆雷德中許多句子 有許多早已成為我們的口頭主 例如若者你的名字是女人 那就是哈姆雷德 責備他母親改嫁的名句 準確的譯法應該是水性羊花和你的名字是女人 但在我覺不知怎樣一向原襲譽為弱者 由於紅粉中魂未了情的原名 From Hero to Eternity 從此處到永恆 是哈姆雷德中的句子 將會著呢 還是不活 這是問題的獨白 許多學生都會背重的 現而關於這部作品的真正含意 幾百年來許許多多人寫文章討論禪述 卻是見人見智各有不同 俄國的大批評家 白林斯基說 如果你想說沙士比亞每一個劇本中的優點 你就非得寫一本大書不可 並且即使寫成了 還是不能表達你所想表達的百分之一 還是不能表達劇本的內容的百萬分之一 戲劇中的衝突 近一兩年來 蘇聯電影戲劇界 關於戲劇中的所謂無衝突論 曾有十分熱鬧的論爭 因為對這問題發生了興趣 我曾根據英國布萊特雷教授的分析 把哈勒姆雷特中的大小衝突 一條條的列舉出來 這部戲 影片與戲劇原作的結局是一樣的 開始是出現了鬼魂叫哈勒雷特復仇 觀眾的注意到這個基本衝突 王子的復仇是否能夠成功? 假如我們把趨向於復仇成功的事件稱為A 趨向於失敗的事件稱為B 那麼我們看到這戲劇中A與B不斷地反覆衝突 哈勒雷特假裝因戀上奧菲利亞而發瘋 波羅尼斯馬上就相信了 這是A 下一場是國王對哈勒雷特的精神失常極為懷疑 不相信波羅尼斯的解釋 那是B 王子 王子勝過了派來偵察他秘密的兩個人計劃演戲 A 他想對了自殺而作的獨白 他對奧菲利亞說的華被人聽見了 國王決定送他到英國去B 演戲大成功 拆穿了國王的秘密A 王子在國王祈禱時沒有殺死他 後來誤殺波羅尼斯 使國王有充滿的藉口來放逐他B 一直到戲緣為止 只讓互相激盪的事件緊緊地抓住了觀眾的心 成功、失敗、成功、失敗 這兩種因素極烈地衝突 直到悲劇的頂點 哈姆萊特的性格 有人問 哈姆萊特為什麼不爽爽快快地殺死國王 替他父親暴手 那麼他自己就可做丹麥國王 而與奧菲利亞結婚了 這部戲裡死了八個人 似乎是毫無必要的 這原因完全在於哈姆萊特的性格 這部作品後世所有 所以有這許多不同的意見 基本上也是因為對哈姆萊特性格的理解不同所致 有些人的說法十分荒唐 一位學者說 哈姆萊特是個扮成王子的女子 他愛著霍拉玉 所以對奧菲利亞這任空 又有一派的人說 哈姆萊特天面王位 那個鬼魂是他叫人假扮的 那些荒唐的說法不談 比較正式的意見有以下幾種 第一 外界的困難使哈姆萊特 沒發達到目的而自發瘋 二 他主要的困難產生於他的內心 他的良心與道德觀使他失敗 三 他自大在數 用歌德的比意來說 好像一伙像樹在一隻寶貴的平女生長 終於把平張裂 第四 他想得太多 行動太少 無命在於幽有寡斷 書來格爾 和阿爾勒治 都是同意這種說法的主張者 圖格勒夫和柏林斯基也大致同意這種說法 五 由於他性格中憂鬱的特性 那是布萊特雷教授的主張 被天問人的先進人物 就我個人意見 我比較同意英國戲劇家 和哈萊格蘭為柏克 蘇聯學者 莫洛佐夫等人的解釋 他們認為 沙士比亞的時代 充滿了苦難和不合理 沙士不下的哈姆萊特 是一個熱情的人道主義者 他眼見周圍的虛偽和卑劣 幻想著公正的社會關係 同時有心心為自己無力實現 這幻想而苦惱 而焦慮不安 而厭恨自己 他熱愛人 他清人是宇宙的精華 萬物的主宰 可視在那黑暗的社會中 人是那摩不幸 於是悲天敏人的哈姆萊特 體會到了最深刻的痛苦 就如劇中所說 他是那廣大世界中先知的靈魂 夢想著將來的時物 在英國戲劇界 盧倫斯奧利佛與尊吉格德 在海撒大底中飾演海修師 飾演哈姆萊特的雙壁 在香港可以買到尊吉格德全套哈姆萊特的唱片 讀者們如有興趣 可去買來與影片中 盧倫斯奧利佛念詞的風格比較一下 在我而言 我比較喜歡尊吉格德 我覺得他豐富深刻 套路條 一個更廣大的靈魂的痛苦 1954年9月10日 多謝大家收聽